那另外一個就是最新這兩天很大 剛剛辯子妹特報也有 南韓警報局公佈了衛星照 說拍到了俄羅斯的運輸船 把朝鮮的軍隊送到了俄羅斯 那朝方決定出動的是四個旅 帶1.2萬人 首批15斤到了 然後還要求填寫問卷 然後發了俄羅斯的軍服 那金正恩送來的這些是千挑萬選 據說被稱為是什麼 什麼什麼暴風军團 十一軍團 第630聯合部隊 那然後就很厲害了 反正就絕對不能讓金正恩沒有面子 什麼叫做人類兵器 你現在看到各式各樣的標籤 有沒有 就是暴風軍團 人類兵器等等 這個使用詞都 讓大家這個有點嗨起來 然後白鱷也來了 白鱷軍人也要到俄羅斯前線 去接受訓練 然後也送來了很多的官兵 然後另外一頭 就是他目前戰爭的一個最新痛態 從大的局面來講 似乎俄羅斯的這個迎面已經注定 那為什麼這時候朝鮮要來這麼多的軍士兵呢 而且派出了這麼多 當然除了這個金正恩練兵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含義 我認為這個動作是真的啦 因為這個消息是兩個地方來的消息 一個是烏克蘭 一個是南韓 那南韓他講的數字率非常的確實 剛剛已經召見大使了嘛 對 他有他說四艘的這種運兵艦 加上三艘的護衛艦 然後運送這個北韓士兵 如果說四艘運輸艦 他第一批運送3000人 這個首批1500人是正確的 因為我們都做過那種開口銷那種軍艦嘛 運兵艦 以前我們到外島去的話 這個畫面就是據說所拍到 對 一艘艦大概在30百人 所以這個數據我覺得是蠻符合 它四艘的這種登陸艦 然後帶了這個1200人 我覺得這個數據應該是合乎正常的 那現在來講的話 為什麼這個俄羅斯跟朝鮮 願意做這個動作 第一個 因為他們兩個國家 有簽訂一個俄烏協防條約 那俄烏協防條約裡面有一點 就是說如果說是被侵略的話 國主被侵略的話 他們可以相互支援 那現在來講的話 我覺得烏克蘭少算了一點 他去打庫斯克 庫斯克是俄羅斯的本土 也就是說俄羅斯可以依據說 是因為我的本土被你這個烏克蘭侵略 所以說我可以依據我這個 這個俄烏跟朝鮮的協防條約來講的話 那北韓就可以理所常常來 派兵來協助這個俄羅斯 這在法律上面層面上面來看 第二個這些一萬多人的部隊 會派到什麼地方去 我覺得說可能不會是直接去參戰 但是對俄羅斯的幫助就會很大 因為這些部隊進去 第一個它的武器適不適用 我覺得會很快 除了語言不通之外 語言可能它要重新去調整俄語 可是問題是說假如說 我劃分戰鬥遞進線 就有一塊的防區 譬如說邊境的有一塊防區 讓這個北韓的朝鮮來防守來講的話 它是有能力的 為什麼 因為它本身來講 它就是俄式的武器 就朝鮮用的武器 跟俄羅斯是同樣的武器系統 不管是它的砲或者是說準星 它本來就是俄羅斯的武器支援給它 所以它部隊很快可以適應 很快可以學習 甚至於如果說 給它一些比較老舊的戰車來講的話 我們都知道朝鮮可能 它的武器比較老舊一點 但是如果說給它一些老舊戰車 它也會開 烏克蘭以前用的也是俄製 給它那些砲它都會用 那給它一塊地區 來擔任邊境的防守之外 那這時候原來部署在 這個俄羅斯邊境的俄軍 本身就可以抽調出來了 所以抽調出來的話 我覺得它是用在庫茨克附近 那另外北韓的這些部隊 來協助他們做一些 這個戰鬥資源的工作來講的話 那對俄羅斯來講 幫助就會很大 那為什麼朝鮮要做這個 我覺得是各取它的用處 那我們比較那個來講的話 朝鮮來講可以賺外匯嘛 因為據我知道朝鮮來講的話 他們自己本身軍人一個月的心想 概率是一千美金左右 但是俄羅斯的心想是兩千美金左右 如果說就這個朝鮮軍隊 自己本身來講 它增自願軍 我相信一定會有人會去的 願意要去 為什麼 因為我在國內我多的心想 多一倍以上 那這時候他願不願意為了錢 我們講眾賞之下必有永夫 所以對士兵來講的話 他可能基於這金錢的誘惑 他願意去 那對朝鮮國家來講的話 他可以賺取這個外匯 這是很限制的 那對更高層級的思考來講的話 他有機會練兵 所以那當然對國際關係來講的話 二朝來講 你可以找北約來支援你 那我也有這個朝鮮可以支援我 那朝鮮來講 會不會他認為說是以後 如果說是我這邊跟南韓之間 有任何軍事衝突來講的話 俄羅斯也藉這個理由 可以去支援他 所以各取所需 那我覺得最大盤算錯誤的是 美國這個部隊 那奧德薩這個 我覺得這很離譜 一千噸的平右彈 一千噸平右彈 其實平右彈就是 打戰車在用的穿甲彈 那當初英國這批平右彈來講的話 他已經面臨這個受限期了 已經快要使用到受限 他必須要拆解 拆解平右彈其實是非常新 因為它是核生化的東西 你拆解它可能會造成核污染 所以成本會非常高 英國它挑戰者二號 或者是美國的M1戰車 它就提供給烏克蘭 讓你在戰場上去打掉 那時候我們曾經有一段爭議 就是說你這核不核這種 核污染的規則 你把這其實不是很道德的事情 那現在來講一千噸我換算過 如果說一顆這個川亞彈 重量是30公斤左右來講的話 它將近有3萬枚的這種平右彈送過去 那3萬枚的平右彈你被一架天竺葵 天竺葵就是伊朗給的戰機 無人機叫做見證者136 那個名稱大家都記得 如果說烏軍在戰場上都知道那種 那聲音有點像摩托車的聲音 他們一聽那個聲音就知道是 健身者136來 那頂多攜帶的彈藥是50公斤而已 那以50公斤可以炸掉1000噸的平右彈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那為什麼這一艘北院的貨輪 在奧德薩港口可以這樣毫無任何的防備 可以讓一架50公斤的這種無人機 就將它的整條船炸火 我看那個爆炸場面真的是很大 那應該是引起訓爆 我覺得是為什麼毫無防備 從這中間我們可以看出來 就是烏克蘭在這場戰爭裡面 它如果說連這麼重要一批軍用物資送過來 它都沒有辦法來防備一架無人機 對它的攻擊 我覺得烏克蘭來講的話 這種防衛能力確實是很明顯的 這也是因為俄羅斯的情報掌握精準嗎 對 掌握精準 那烏克蘭來講 可能防衛也很明顯的下降很多 它在這麼重要的軍港 這麼重要的是到貨輪 在卸貨的過程之中 居然沒有任何的防衛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賞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曠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介紹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